你也别职业病 实在挑不出来 你就说挑不出来的 我觉得刚才为什么测试 这个猴戏 因为他有一个特点 是说那个嘴比较凸 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总是笑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那法令纹 可能会稍微有点凸齿 这凸是因为底下有俩虎牙 现场把俩虎牙敲掉 牙医上来一下 叫什么 钳子吗 钳子 那这个法令纹 肯定是困扰我们 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经常喜欢笑的人 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就是这个法令纹的位置 我们要找准这个位置 一定不要在这个 大面积的这个地方 就是涂过多白的 否则的话 这个没有色差的话 还是能够看到法令纹 第二步我们就找一个 提亮的一个修饰霜 然后在这个地方 给它提亮一下 法令纹消失数吗 对 就主要放在我们这个 凹陷的位置 然后轻拍它 还真没了吗 确实 没了 确实改一下 很明显 两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散粉 因为这个光泽 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个 法令纹看得特别明显的地方 我们不要把这个 压压油 对 压一下 好 好 差不多完工了啊 唐哥自己对照一下啊 哇 好帅 好明显的 厉码年轻十岁啊 哈哈哈 法令纹确实是给我们这个 那怎么预防法令纹 就平时不动 呃 之前有一个人过 说过一个笑的方式啊 但是说笑的时候 比较咧嘴笑 就是可以让嘴的形成 一个欧的一个形状 哦哦哦哦哦哦 对 这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 法令纹反而是折住了 这一笑感觉脑子好像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种办法其实在平面的光线下 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明显一些 如果光线特别的侧 或者特别高 还是能看出来 因为它毕竟 还是真实存在的 陈老师 我最后提一个小要求 用最快的时间 把杨迪的眼睛画大 这个太有难度了吧 我们 这是手术级别的啊 那那个得用这个了 拉着 之前有化妆师给我贴过 贴完以后 我一睁开那个 睁眼皮胶就不见了 是吧 我们画个蛋号的 这就不见了 掉眼睛里了 一睁开就吃进去了 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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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把你贴 哎呀 杨迪老师的这个 睁眼皮是单得很彻底 我们要先从这个 睫毛根部开始粘 要从这个位置开始 睁一下 睁开一下 杨迪老师睁一下 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吧 真的 我们再贴一个 但你现在变成那一双了 对 这个就不是彻底的戴眼皮了 有了 有一点了 但是像不像 手术失败的那种 怎么看起来眼睛更小了呢 我得罪过你吗 在你这砸牌子呀 像不像被蚊子叮了 但我这画装应该便宜点吧 你那个 突然老师就不画你了 单车了 没关系 因为上一次也有一个画装 我这眼睛太单了 对 对 我觉得他干的确实是医生的活了 已经 超出化妆师的范围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腾哥还是就是除了一些真的救不回来的 我这个事就 他主要还是看底子 看底子 我给他们提醒过 我说我这眼睛不好沾 非不信 非要沾 其实也是可以天二的 但是会要用一些假睫毛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要顶一下 好多了吧 这样行吗 这个办法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看节目的时候去试一下 比如说加层等等的 其实画好一个眼妆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的 舞台时间毕竟有限 希望春达老师这次来呢 不光帮助到我们 也可以帮助到电视机前的各位 再次的掌声谢谢春达老师 谢谢 学到了 谢谢 春达老师特别后悔来 谢谢 拜拜 走的时候 希望刚刚春达老师的分享可以让你们找到一些在产品研发上的灵感 好